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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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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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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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大人 这附近应该没有什么人家 一会下山以后 我再找大夫帮你看看吧 好啊 好啊 袁贤之 多亏你出手相救 要不然 老夫早就落到这帮贼人的手里了 幸好这次有惊无险 这伤应该不碍事 大人可以放心 袁贤之 你曾经是周尚书的得力助手 为何要突然辞官呢 现在又以何为生啊 李白有名 人生在世 不称义 明朝散发 弄偏重 在夏容经过的 颇为逍遥 贤之啊 我记得你曾经对我的干女儿青姿 关怀备致 你总不会因为我把她送进宫半军 你就自暴自弃了吧 判大人 以前的事别再提了 贤之啊 贤之啊 青姿现在已经被封为贤妃了 她在后宫之中享尽了荣华富贵 你可千万不要痴心错付啊 大丈夫何患无期 贤之 你应该好好想想你的前程 前程 贤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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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这次进宫 要看望我的外甥女前太后 哎呀 我想把你举荐给她 再由她出面 我想你恢复原职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贤之啊 贤之 你看 老夫一人难以回宫 你就陪老夫走一趟 或许贤之再次踏上繁华之路 将来定会前程似锦啊 这 再说 贤之就算你不想再当官了 你就当是送佛送到西 陪老夫 走一程吧 陪老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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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叫 潘大人 请啊 潘大人 您的腿怎么了 别提了 这次啊 这是险相还生啊 对了 何公公 这位原公子是前太后的远房亲戚 这位原公子是前太后的远房亲戚 我想太后见了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所以呢 我先带她去见太后 之后再拿手鱼补办手续 你看可以吗 好 没问题 潘大人请 啊 谢谢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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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t wün werd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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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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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昨日你在御园 为皇上百臣妃献去时 那股骚气妖媚之态哪里去了 你想借百臣妃的关系 靠奏乐狐媚皇上 恐怕没那么容易 贤妃娘娘 奴婢一向尊礼自重 绝无乐理之意 昨日本是为百妃一人演奏 没想到皇上巧遇 皇上为陪百妃才一同听曲 奴婢从来都没有亲近皇上之心 贤侄啊 你看 你看这个以侠殿 这就是皇上赐给贤妃娘娘的宫殿 我们现在不便去打扰她 我呢 先带你去觐见太后 贤侄啊 你看看这个 雕兰玉器 金碧辉煌 如同人间仙境一般的地方 这才是女人的真正归宿啊 原贤侄 你放心 只要你的仕途坦荡 老夫现在就可以答应你 将来一定给你物色一位角色加力 来做你的棋士 出去 快走 我告诉你 今天奏乐失准一事 回头我会向方上引禀报 看看你们月宫局是以奏乐为先 还是以狐媚皇上为要 滚 少春华 少春华 娘娘有何吩咐 你给本宫听好了 如你还敢借故接近皇上 本宫让你以后没有好日子过 给我滚 老臣参见贤妃娘娘 义父 是这样 老臣听说前太后身体欠安 特意进宫探望 没曾想途中遇险 幸亏遇到这位原贤侄 出手相救 老臣才得以脱险 老臣想把原贤侄推荐给太后 义父 既然太后有病 那你先前往太后宫中探望 女儿随后就到 好 这样也好 老臣先行告退 我先前往太后宫中探望 我先前往太后宫中探望 太后你乃万金之躯一定要保养好身体啊 舅舅不必多说了 哀家的身体 哀家知道 只是日后前攀两家就要让舅舅多费心了 太后 前攀两家的子弟虽然未成大器 但是在朝中各有官职 嘉义时日定能独当一面 更何况现在宫中还有贤妃娘娘在 太后您不必为此忧心 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舅舅这么说 哀家就放心了 对了 舅舅不是说要推荐一个人吗 是谁呀 太后啊 老臣在回宫途中 显被山贼所害 幸亏遇到一位侍直相救 此人气度不凡 文武双全 只是为情所困 潦倒不堪 老臣希望扶他一把 他日 必定为我所用 是 那 哀家就召见他一下吧 谢太后 草民远放 参见前太后 愿太后奉体早日康复 抬起头来 让哀家仔细看看你 是 太后 果然是意表人才 谢太后赏事 潘大人对你赞赏有加 日后朝中若有何事官职 阿家定当推荐你为朝廷效力 主 贤侄啊 还不赶快谢过太后 谢太后 贤妃娘娘驾到 快传 远放 你先下去吧 是 是 太后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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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来 我先去 你先去 我先去 和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哀家的身体日渐虚弱 所以我们前攀两架 在朝中就都靠你了 太后何出此言 太后只是微样 稍作休息 体力定胜从前 贤妃不必安慰哀家 哀家自己心里很清楚 哀家十五岁被选为妃 再被先皇立为后 虽然经历和木宝之变 难门被求之苦 但得先皇半生恩宠 就算现在死 也死而不寒了 太后 您得成帝恩 乃天命所归 自有福星公照 长命百岁 这泻气之话 万万不能再说了 义父说得对 小兵是福 只要静养几天 就可以康复了 好啊 既然你们既会说这事 哀家不说便是 不过以后 潜盘两家在朝中的事情 还要靠贤妃打理照顾了 太后放心 贤妃必当孝老 舅舅 在宫外 你也要好好地照顾 贤妃的父母 免得她在宫中 有后顾之忧啊 太后尽可放心 老臣一定尽心尽力做好 小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馨自温 我对他 有的就是感情 还有关欢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么怨恨我 这个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很多都是没有答案的 不过你只要做到自己问些无愧就好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这一次 他的话真的太难听了 不过这一次 他的话真的太难听了 这些人也要了解订一下 这个人也要解订到自己的身体 像不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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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为难你的 谢谢你们的关心 我真的没事了 你们快去忙吧 那就好 我们去找岳普了 袁大哥 我观察你老半天了 你都没有察觉 想什么心事呢 宫中不平的事 狗心斗角 说也说不清楚 看来你是甚多怨气 我也有满肚子苦水 走 痛痛快快喝一顿 消消气 好 我倒是要看看 是你的苦水多 还是我的多 好 干 干 来 袁大哥 多日不见 你到哪儿去了 我 好 我在京城建交 帮忙农家种田收割 修桥成路 你现在 不再选下仗义了 做 当然要做 但更多的时候 还是做一些 异于黎民百姓的事 更好 那你今天进城来 是为了 前几日 我在路上碰巧 救了潘大人 他一定要带我进皇宫 面见太后 因为在宫中 可以见到自己一天 喜欢的女人 袁大哥在宫中 有自己喜欢的女人 她是谁 不知道 我有没有见过 这没见过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原本清纯的女子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没有想到 那她到底是谁啊 潘大人的干女儿 青姿 贤妃一样的 原大哥 和贤妃还有过感情 是好感罢了 但今天见她在宫中 如此辱大宫里 我寄给她难过 也怪她自责 自责 自责当初要是能说服她 没有进过 她绝对不会变成 今天这个样子 在宫里 那一定是遇到了 很多不快的事 也受了不少委屈 才会变成如此的毒汗 是 后宫女人复杂 后宫女人的心更复杂 不然无法生存 看来 你已经很了解 宫中那些事了 了解有什么用 你想得到的 肯定是得不到 一切以皇上为先 难道 你在宫中也有自己心仪的女人吗 不知道 只是自己心仪吧 少年时 以为自己有才智 有抱负 以后 能为国为民做点事 不在乱 他都不在乱 的 是 也不在乱 不是 是 是 这 我 以后 已是 可 找找找人 你 还 我 因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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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奴婢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娘娘 前几天潘安大人 带一男子进宫见前太后 曾与贤妃碰面 自此贤妃心神不定 依奴婢看来 此人与贤妃应该是旧相识 关系极不简单 真有此事 确有此事 对象 是 这就是近日进出后宫的登记名次 好 好 等厂宫过目以后 我会没人拿回来 不打劲不打劲 请厂宫慢慢查阅吧 走 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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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原放 创公 我们有一次去城郊搜捕一人 不是在杨勇家中 看见了一个喝酒喝到半死的人吗 我记得了 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原放 就是他 快叫杨勇过来 我有事要问他 是 杨勇 杨勇 参见厂宫 不必多礼 来 请坐 陪我喝一杯茶 那宫敬不如从命 谢厂宫 杨勇 请坐 杨勇 杨勇 厂宫的记忆力真是惊人 在下佩服 是不是 袁大哥又喝酒闹事了 我记得上次你说他受了情伤 令他情伤的人可是宫中之人 不不不 绝对不是 他喜欢的只是青楼女子 那女子病故之后 他便一蹶不振了 是吗 但是我收到回报 他进宫以后曾经见过贤妃 两人神态暧昧 依你所知 有没有这回事 我也确实听袁大哥提起过此事 他没有想到 当初如此温柔贤良的女子 竟然会变成 变成什么 长公 贤妃毕竟是贤妃 你就直说吧 不用怕 我保证这些不会传到娘娘儿中 他说他竟然变得如此毒汗 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 是吗 其实 袁大哥跟潘大人乃为世交 之前他在潘府 也曾见过贤妃娘娘 没想到几年之后 在宫中见到他的时候 他也正在辱骂月宫 那情景真是 他说 如果当时有个地洞 他宁可钻到洞里面 也不愿意他相见 这样 原来如此 那贤妃当时所骂何人 他怎么会如此动气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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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不愿意他